凤产基地被拆 蒋介石站在后山笑着看 被称为凤产基地的碧云蚕寺 因为差五星旗即违建争议 遭张华县政府强力拆除 而距碧云蚕寺后山 用500公尺处的这座蚕寺 却是天天生国旗 还有一尊蒋介石铜像 民众笑称 民进党主政的县补 赶走五星旗的共产党 蒋介石竟在后山 微笑站着看 其实这座寺庙由来已久 到今年的那个农历的 9月15日是已经迈入那个24年 室内之所以有蒋介石铜像 来自市中师部 习服爱物的姻缘 蒋介石标像是学校 就是他们没有再使用了 然后就送过来给我们 有趣的是铜像旁 还大拉拉矗立着一根 屈服养具 形成强烈冲突的视觉张力 这也是十方供养间线的 这也有教育的性质 因为我们都是替代新传的用意 妙邦表示天天升国旗 并非可以与避孕禅寒寺做对比 生起是为国家祈福 那是爱国 没有爱国哪会有家 对于有媒体将其称为 青天白日寺 妙邦觉得还是尊重原本市民好 我是觉得说这样比较不妥当 因为是有事的市民 也是要有一个尊称比较好 特别的是室内墙上还悬挂着 蒋介石养子蒋伟国的照片 供奉民进党施政亡死冤魂灵 排位 在共产基地避孕蝕备争议的当下 这座寺庙格外受瞩目 多新闻 中华报道